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歡迎來到最新一期的瓶蓋人搶先爆 11月最新的瓶蓋人消息 沒想到怎麼快就出來了 就是這隻 綠色的鯊魚瓶蓋人 這個設計是取自於Killing牌的MATS汽水 可以看到把名字前面的SA去掉 就是這個汽水的品牌 SA放上去就是鯊魚的日文拼音 這台新的瓶蓋人是速度型 主打可以快速的二連射 我們先來看看它產品的內容 首先是本體的部分 瓶身微透明白搭配黃色零件 夾彈器一樣有附滾輪 裝上裝甲之後 頭部的特色更突顯鯊魚的特色 而且還有傷疤感覺看起來很凶狠 手部整個偏圓 握起來的感覺應該會跟水龍差不多 但是手臂的尾端還有設計一個坡道 可以讓第二發在背後等著 腳部零件的後端有延伸 可以讓整體站得更穩 最大的賣點還是本體板機的部分 從一個彈簧改為兩個彈簧 也是第一隻板機有兩個彈簧的瓶蓋人 速射的秘密就來自於兩個彈簧的彈力 讓板機可以迅速往後退 讓連射的速度提升起來 這真的會讓人非常好奇 跟單彈簧到底會差多少 因為原本的瓶蓋人發射速度也不錯了 希望這隻鯊魚有更明顯的突破 瓶蓋的部分是青綠色的鯊魚瓶蓋 比起本體的綠 這個綠看起來真的很清爽 那這台鯊魚的定價是880日幣 跟一般的瓶蓋人盒裝相同 發售日期是11月20日 我們就一起來期待測試吧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期的 瓶蓋人產線報 喜歡的話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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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